第一件事 我通常去到我哥哥那裡 有一個院友出來說 你是誰 行行行行 我幫你找你哥哥出來 他很熱心的 我說好啊 麻煩你 後來我跟他說 你進來吧 他說 不用了 你看你哥哥 他通常叫了哥哥 他就走開了 我突然很大感動 我說你進來吧 現在我都可以探你一齊 後來他就進來 一齊 其實在探哥哥那麼多次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很留意到他 因為他是一個經常去 很樂意為家屬 走開了 我覺得你挺好 又為職員做事 給我留了一個很大的印象 那個院友 我們一起進來 我們就開始聊天 我跟他聊著 他就說回家庭的狀況 聊完之後 少年有感動為他祈禱 其實那個院友的手和腳是損爛的 甚至好像見到一些血捏出的 我問他 什麼事有說 他說 皮膚敏感 看了很多醫生 查到很多藥谷都沒有用 他說 你也很慘 後來少年他很好 他有感動就是為他博柔 跟他祈禱 當他一直在祈禱的時候 其實我們三個都很感動 我們三個一起流淚 在那一刻 我跟他很大時 我覺得他在生命中 他講到他的家庭狀況 講到他太太有子女的 但他太太和子女不想他回家 我問他 其實他自己想 一開始問他 你想不想回家 沒所謂 在這裡也好 可不可以我再問他 你想不想回家 他想不想 然後Aman 和少年就再跟他聊天 為他祈禱 到最後他願意接受耶穌 我們就為他傳出的福音給他 我覺得他昨天就探望聖靈的個個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很大感動 我一直為他祈禱 他們跟他聊天的時候 我一直都在祈禱 都很足夠看到一些人 好像小孩子一樣 很單純 因為之前我聽過律師 律師你說傳福音 我對人都哭了出來 我坐在那聽你說話 我覺得是有關聯的 看到這班在起床裡得幾歲 被人被撇棄 我都有問過一個人在隔壁 小蓮為祂捉摸了腳步 其實我一直在鼓勵祂 我說你覺得是怎樣 祂好像沒有人理他 孤單 我為祈禱師 我覺得祂很孤單 沒有人理他 我看到祂 其實我心裡面突然問了祂 我們怎麼會傳福音呢 傳一下 然後走出來 聽不到 那個祈禱裡面 我覺得神很大的安慰我們 安慰我們 又可以安慰自己 又可以幫助我們順著 這個將會點歸比神 zzzzzz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